AT国股推介是阿里巴巴的 选选原因是 蚂蚁集团整改的进度明朗化 阿里一月以来累计升了28% 好过腾讯、美团和京东的同期升幅 阿里巴巴股价近期是跑赢同业 主要受惠于蚂蚁集团整改的进度明朗化 业务复苏和股值吸引等等的因素 摩根士丹尼就认为 阿里巴巴一直都是监管风波的核心 相信监管放宽会令它们跑赢其他新经济股 目前阿里巴巴的股价相当于2023、2024年度 市盈率大距是11倍 较腾讯的22倍,股值吸引 预计未来有机会出现股值收伏 摩根士丹尼以三种情景组出分析 在基本情景下 预计2023至2026财年 集团的客户管理收入的年复合增长率有7% 以及云业务收入的复合增长率达到22% 给予它们目标价150美元 相当于2025年财年 市盈率13倍 而一股阿里港股相当于1%美股换算 以目前港匯7.81计算 即是大约146.4 潜在升幅达到3.3% 策略上 阿里巴巴的股价 星期一就是收报110.4 现以后106元的水平级纳 目标先提135元 截穿95元就适宜减钱 1% 1%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